网红星轩近日经报了一桩疑似有关性侵犯隐私的严重仇闻 星轩在社群媒体上公开指控 因工作机会认识到某知名YouTuber团体的团长 后在不知情对方有女友的情况下 与他发展出亲密关系 然而 这名团长竟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 偷偷录制了他的私密影片 并将之分享给其他团体成员 星轩透露 他是在2018年8月参与网络节目的录制时 与该名YouTuber团体团长结识 接着 两人经常一起合作拍摄MV级影片 并逐渐产生情愫 然而在大直某汽车旅馆及天母工作室 发生亲密关系后 他却惨遭对方偷拍并透露给他人 星轩在发文中深深的沮丧和愤怒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他曾多次尝试隐瞒此事 然而心理上的痛苦与气氛 最终让他决定要公开这件事 星轩表示 我非常害怕且担心 每天都无法好好休息 这些影片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看过了 也会担心影片外流或被上传网络 对此 另一名网红陈怡也在脸书发文支持星轩 他写道 虽然星轩文章中并未指名道姓 但从知名YT团体及工作室在天母 还有107年8月录制节目等资讯 网友推测出指控对象很可能是酷炫 有些人说这只是感情纠纷 但这确确实实就是密途 在违反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偷拍 甚至还跟其他人分享嘲笑 可恶至极 如果星轩指控属实 酷炫准备进去陪李宗睿一起关了 星轩坦言 自从知道这件事后 他生活与心情全被影响 每天都无法好好休息 一直在担忧那些被偷拍的影片 可能被更多人看过 甚至被外流上网 他心中充满恐慌与不安 然而 让人更感愤怒的是 根据星轩转述的内部人员的说法 这名团长不仅仅只偷拍了星轩一人 疑似还有更多的网红 艺人 粉丝甚至连未成年少女都有 他们的隐私同样遭到侵犯 更糟的是 他不仅把这些影片分享给其他人观看 甚至对受害人的身体 性行为和器官嘲笑嘲怒 星轩在发文中愤怒地表示 这实在是恶心可恶至极 许多台湾网友看到新闻后也表示 重点是星轩说有未成年对吧 正常发挥无意外 下面一位 哥布林网军蠢蠢欲动 太棒了 连上河了 现在马子蛮假掰的 如果是真的纳蛮讽刺的 几年前还拍片开除 性骚粉丝的剪辑师 结果自己搞更大 台湾独流团体 一堆八九底层才看的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